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喜耀 旅游部长张庆幸今天放大招了 什么大招呢?就是 在一场旅游部所举办的 感谢媒体工作者晚宴当中 就成为了全场的祖母 因为这一道佳肴 其实近期一直都在给人家 有人诟病,有人批评 有人是捍卫 但是这一道菜一端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人必记 包括很多的这些穆斯林的媒体工作者 你看到照片里面呢 大家就是照常的拿 照常的吃 照常的给出你的这个大拇指 可能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呢 阿克马没有特地把他请过来呢 叫他把这东西吃下去 可能他吃了过后呢 整个嘴巴可能会变得香一点点 OK,大概懂我的意思是什么了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呢 我觉得张庆幸所主导的这一场婉言 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婉言 我为什么 因为除了食物上很多元 我刚刚提到了 有寂寞的食物 马来人的食物 少数民族的食物 包括表演上 其实也是很包容的 比方讲说 这个马来文化物质遗产 这个希腊 有在上台表演 武士也是有上台表演 然后也有特地请到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艺人 阿牛 为大家献唱歌曲 那阿牛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唱 他其实搭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 民族的这个乐器 从照片看得出来 而且也是由各族人民一起演的 那当中呢 其实还有这个张庆幸呢 直接上到舞台呢 一起去摇摆 可能呢 这个事情传出去又会给人家骂他 讲说呢 只会跳舞啦 只会joke it啦 但是其实在一场宴会里面 你成功的把所有当场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人民 各族人民 让他们融洽的相处在一起 你呈现出的那个影像 其实对于全国 甚至是国外 我相信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效果 就如我 虽然我不在现场 其实我单单看到照片跟张庆庆 上去摇两下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欢乐 非常舒服的 这样子的一个晚会 是一个连我都会想要去参加的一个晚会 因为在那个时空底下 可能只有短短的两到三个小时 你完全不会想到你是什么种族 我是什么种族 你也完全不会想到近期 很多这种弥漫在全国的这一些议题 可能这个尼克敏的家可能被恐吓啦 然后开始有人一直去批评你的文化 我批评他的文化这样子 在那一个时间点上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个take away 我们可以持续去反思一下 也就是假设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化 他一直给人家诟病 一直给人家反击 但是你明知道 其实他是一个可以被全民所接受的事情 比方讲像 那其中一种做法 其实就是让他更多的走进大众的视角 就有一点像呢 在以前古早的时候 没有人懂流连是什么 尤其是外国的人 按摩他们称流连作为叫什么 devil of fruits 就是水果中的这个恶魔 但是当你真正去推广的时候 你一直把它可能是做成糕 做成甜点 然后甚至直接端出去给它吃的时候 这个知名度慢慢的打响 你就可以开始把这个流连消出去了 那我认为吉顾得也其实也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吉顾得也在马来西亚里面 目前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普遍的话 很多人听到所谓的巴骨蝶 他就觉得只有猪肉 但是这个事情 当它出现在官方的场合上呢 你就会看到说呢 它的接受度有慢慢的在上到来 假设这个事情其实是越普遍的 OK 越多的马来人知道 那自然其实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些 美食上狭隘的定义就可以被打破 我甚至有一个这样子的建议 那旅游部竟然那么玩得开 那其实在以后呢 当有一些穆斯林的国家 中东的国家 有些穆斯林来的时候呢 不妨也就是开了吉顾得也就让他们吃 然后呢 问问他们觉得味道怎么样 只有当这些穆斯林的领袖啊 其实他们吃了 他们也觉得好吃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声音比较容易渗透到马来社群里面 那也比较有利于呢 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隔阂 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张庆兴部长的一个 很重大的原因 其实我昨天影片我也讲过 与其可能我们只是把这个肉骨茶呢 把它只是定义为猪肉肉骨茶 然后我们吃 那这一点其实容易引起误会嘛 我昨天提过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吃 OK 这个东西呢 具有它的包容性多样性的一个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呈现的影响力 它的感胆力会多于那个食物本身 而它本身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精神 这个精神我相信也是所有非穆斯林 我们一直心里很期盼的 那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国家理想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场晚宴 有各种的人民 有各种的食物 然后大家其实都能接受彼此 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理想马来西亚的一个缩影 那基本上我认为 这是我们希望的这个世界 那其实要做的 就是更多的把我们的文化 骄傲的呈现出去了 OK 那这期跟大家聊到 不懂你怎么想 欢迎下面留言 我们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